男人骑着奔奔车 故意作弄开着豪车的美女 可下一秒报应来了 女人看到后她猛打方向盘 结果一紧张 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踩 以120码的速度朝着一辆卡车撞了上去 而她也从前挡风玻璃处 狠狠地甩在了地球上 唯一的是她竟然毫发无损地站了起来 志贤懵了得逮了 难道上天不收我的小命 可就在这时 她突然看到车里趴着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志贤被吓得两个眼珠子 差点从眼珠上掉下来 她看到车里和男朋友的照片 这才意识到车里的人不就是她自己了 可正要上去查看时 却被一股隐形的透明墙挡住了 蒙圈的志贤更加蒙圈 无论她怎么拼命地喊 周围的人都是她为空气 听不见她说话 也看不见她 这时她注意到不远处 有着麻花发型的男人能看到她 她欣喜地去和麻花男打招呼时 看到了满身是血的自己 被送到了救护车上 转眼间发现麻花男竟然凭空消失了 她只好跟着自己的身体去往医院 此时医院的监控里却看不到她的身影 不一会儿志贤的父亲和男朋友文讯都赶到了医院 当她上去迎接时 父亲和男朋友却从她的身体里穿了过去 志贤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送往了急救室 看着为自己担心的父亲和男朋友 志贤想上去安慰 她敲了又敲 始终打不破那道界限 就在她不知道怎么办时 志贤又看到了 可以看到她的麻花男 她便跟了过去 让她没想到的是 麻花男竟然知道她的名字 这是一名死者的灵魂脱离了男人的身体 同时也宣告男人已经死亡 原来麻花男是阴间使者 带走命中注定该死人的灵魂 就是她的使命 她这次来医院就是引领男人的灵魂上路 随后一个通往天堂的观光电梯从天而降 麻花男把灵魂安全地送上电梯 她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志贤得知麻花男是阴间使者后 她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麻花男一定也会带走她 但是麻花男却告诉她 并不是带她走的 因为志贤不是注定今天死亡 她的死亡是一次意外 志贤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今天不是她的死亡期限 他质疑麻花男 为什么还让她死亡呢 麻花男告诉志贤 今天是她突发的一个意外 如果自己自愿坐上观光电梯离开人间也可以 不愿意的话 倒是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被撞成植物人的她醒来 就是49天内 找到三个真心爱她的人 如果是真心爱她的人 就会为她留下100%的纯真心眼泪 并且这三滴眼泪 必须是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志贤认为这个太简单了 刚刚明明在病房看到 她的男朋友和两个闺蜜 她们都是哭得很真心了 但是麻花男却告诉她 你以为她们都是真心为你流眼泪的吗 不管人间是的死者 并没有把具体原因告诉志贤 为了能让志贤分辨什么是100%的纯真心眼泪 麻花男带着志贤来到陌生人的葬礼上 说留下紫色眼泪的人 是对死者朋友的同情 留下灰色眼泪的人 只是想起死去的人而联想到自己的处境 留下红色眼泪的人 是勉强挤出的眼泪 只有死者的妹妹流出的是100%的纯真心眼泪 纯白透明的眼泪才是真心爱死去的人 就连死者的丈夫流出的眼泪都不是真心的 留下的彩色眼泪 虽然是对死去妻子的悲伤 但是却带着贪欲 而是想着妻子死亡留下的保险金 幸灾乐祸的人会流出黑色的眼泪 麻花男感叹 人类真是复杂的动物 他问志贤有没有信心找到3D真心的眼泪呢 对生活充满乐观的志贤表示 他可不像刚才那位死者一样 他有疼爱自己的男朋友 和真心交往的闺蜜 随后麻花男为志贤的灵魂找到了一位宿主 让他的灵魂暂时附身在宿主的身体里 也正因为如此 志贤才有机会 真正看清楚了他身边的人 都有着他们的目的 并非他认为的真心 但是借助依景的身体 必须是他睡着的时候 依景的工作是晚上12点到第二天上午10点 所以在晚上12点依景醒来之前 志贤必须回到家 把身体还给依景 这天阴间使者特意突然出现 叮嘱志贤务必遵守规则 如果无视规则就会把他送往黄泉的电梯上 随后使者又拿出一个记录时间的手机 时刻提醒志贤在人间所剩的时间 并给志贤讲解手机上有一个紧急求救的案 在志贤没有找到工作之前 使者主动掏出腰包给了志贤一些零用钱 到了49天后 不管是志贤是走还是留 都让志贤把钱还给他 临走前使者告诉志贤 如果找到真心的眼泪 就把眼泪放在脖子带着的小瓶子里 有钱的志贤甩手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毕竟他在没有出事故之前 也是花钱大手大脚的附加千金 来到医院志贤看着自从出了车祸以后 男朋友半步都没有离开过昏迷的自己 他认为男朋友一定是真的爱他 他立即查看小瓶里有没有真爱之类 结果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偷偷查看原来是男朋友没有流泪 随后志贤又去找真心交往的闺蜜 发现闺蜜并不在家 然而志贤却不知道闺蜜正在家 未成为植物人的志贤痛苦 显然闺蜜不是真心的 志贤认为闺蜜不在家便离开了 于是志贤又来到同学的餐馆 在这里他饱餐了一顿 当要付款时 却发现使者给他的零花钱所剩不足了 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服务员 还是不够 服务员认为他是来吃霸王餐的就要报警 于是他找到同学说 要在他的餐馆打工偿还饭前 可是同学韩江因为餐厅不确认 便拒绝了他 志贤追上韩江祈求能给他48天的时间 志贤紧张地扣着手指期待着韩江的同意 但是这个动作却引起了韩江的注意 因为他知道志贤只要紧张的时候 也会做这个小动作 志贤是他暗恋的对象 却被他的好兄弟杰族先登了 对于志贤的爱 韩江只能深深地埋在内心深处 看着眼前女人可怜的样子 韩江提前预付给志贤工钱 让他带着履历明天来上班 晚上志贤回到家 把自己打扮成出门前的样子 躺下后灵魂便离开了伊井的身体 但是劳累一天的志贤并没感觉到疲惫 看着距离伊井醒来的时间还早 他想出去逛逛街 结果发现怎么也出不去 原来他的灵魂不能接触阳间的物体 于是志贤就按下了电话的紧急按钮 而此时的阴间使者正在蹦跌 突然身体开始触电般的抽搐 打开电话传来志贤的求救声 他一个传送来到志贤身边 使者得知危险的事情 竟然是让他帮开一下门 他背弃的说不出话 让志贤自己处理好人间的事 便一溜烟消失了 不加千金的灵魂 哪里干过给人端茶倒水的工作 他频频犯错 寒江怀疑志贤到底有没有在大酒店工作 让他去之前工作的酒店开个工作证明 于是志贤马不停蹄地来到伊井工作的酒店 当他拿到工作证明后 志贤竟然在酒店看到了他的男朋友 他好奇男朋友大白天怎么会出现在酒店 于是就跟了过去 他看到男朋友去的楼层居然是客房 随后他又看到闺蜜出现在自己身边 去的楼层竟然也是客房 于是他偷偷地跟了过去 看到给闺蜜开门的 竟然是自己的男朋友 看着未婚夫和闺蜜进入酒店的房间号8023 让他突然想起了发生车祸的那天 在等红绿灯时 看到对面未婚夫的副驾驶上 居然坐着自己的好闺蜜 本想着这能有啥事 两人本就在父亲的公司上班都认识 但当看到他们两个亲密的动作后 之前瞬间亚麻呆住了 自己安慰自己这一定不是真的 一定是自己看错了 慌乱中他点了火 他无精打采地开着奔奔车 满脑子都是刚刚看到的一幕 认为那可是自己的好闺蜜 和马上就要结婚的未婚夫 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 应该直接打电话问问他们 不料手机掉了下去 他解开安全带去捡手机 当正要打电话时车祸发生了 在没有安全带的保护下 导致他从前挡风玻璃处甩了出去 是因为名号和人精导致自己出的事 现在他发生车祸还躺在医院 而他们却在酒店房间见面 他伤心地跑出酒店 狂按手机上的紧急按钮召唤出阴间使者 使者出现在他面前 智贤责怪使者是不是知道 车祸前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 使者告诉他你不明白 什么叫天机不可泄露吗 使者是不能干涉人间的事情 关于你们三角关系的背叛阴谋 对于这些我完全没有兴趣 你的事情还需你自己去处理 但是提醒你现在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别耽误了寻找真心的眼泪 于是智贤赶紧跑回家 换好附身之前的样貌 把门提前打开方便一会出去 躺好以后灵魂离开了依景的身体 随后智贤找到未婚夫明浩 他要查明明浩背叛他的阴谋 智贤跟着明浩回到了家里 让他没想到的是 闺蜜人精居然在明浩的家里躺 他们关系现在竟然到了随便进入的地步 于是他们开始密谋 如何能拿到智贤的印章 这样才能独吞掉智贤父亲的公司 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的这些对话全部被智贤听到 智贤不敢相信自己最信任的人 最爱自己的人 在他身边居然是在利用他 智贤本以为很快就会找到3D真心的眼泪 用不到49天就能复活 但是现在却成了最奢侈的愿望 他决定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 揭穿他们的阴谋 时间已经过了三天了 小美这才反应过来 他赶紧跑回咖啡厅 但是因为没有在一小时内返回 寒江很是生气 智贤只能委屈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 寒江最后还是原谅了他 就在寒江接过工作证明的时候 智贤却突然晕倒在地 回到一景的家里 他控制着身体锁上了门 之后的两天就再也没有使用过一景的身体 完全陷入了无尽的伤感当中 而依景也每天过着如同行尸走弱的生活 手机里依然在不停拨抱着所剩的时间 智贤把手机踢到一边 手机则又自动回到手边 生气的智贤直接把手机扔了出去 小帅突然出现 看着智贤一副心如死灰的样子 小帅说你已经浪费了两天的时间 一定是不想待在这个世界了 我已经帮你叫好了轮回电梯 智贤赶紧请求小帅再给他一次机会 之后他来到了咖啡厅 寒江对他无故旷攻的行为 非但没有计较 知道他没吃饭 赶紧安排人给他做饭 晚上智贤在默默干活的时候 却忽然发现 寒江寒情默默地看着自己 此时 闺蜜和男友一行人来到这里 智贤出事后 父亲为了照顾女儿已经身心俱疲 大家决定也帮忙照顾昏迷的智贤 小金顺势提出 可以劝说智贤爸爸 把公司交给浩明帮助打理 而并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寒江 决定帮忙去劝说智贤爸爸 智贤听到这里 慌张地一下子摔掉了手中的水壶 为了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他找到灵魂使者小帅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拿到印章 但是 小帅表示自己 不能直接干预人间的事物 智贤只能借助一锦的身体来到家里 趁管家阿姨出去买菜的机会 他脱掉鞋子装到口袋里 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 来到自己的房间后 智贤不由地怀念起生前的生活 但时间紧迫 他必须赶紧找到印章 这时门铃声突然响起 智贤慌忙到窗户边查看 原来是男友浩铭来到了家里 浩铭见到智贤妈妈后 谎称是要拿一些智贤喜欢的东西 放到他的病床边 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 智贤妈妈欣然同意了 另一边的智贤 也在家井寻找着印章 却怎么也找不到 眼看着浩铭要来到房间 智贤只能躲到了窗外 过了没多久 智贤终于撑不住掉了下来 不小心扭伤了脚 只能一蹶一拐地跑了出去 来到房间的浩铭 也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 此时智贤妈妈突然来到房间 浩铭赶紧拿起一个玩偶和照片 无奈的浩铭只能离开 等在外面的智贤 看到车里的浩铭 气愤地敲打着方向盘 他长出一口气 随后智贤返回了咖啡厅 再次因为迟到被寒江训斥 正吃着面包的智贤 突然一口没咽下去 直接被噎住了 好在有人及时拿水过来 寒江把智贤叫到办公室 给他拿来了冰桶和爹打药 寒江又把智贤之前 遗忘地包还给了他 智贤从里面掏出一个哨子 吹了两下 这让寒江想起了高中时期的智贤 那时他经常吹一个粉色的哨子 此时寒江越来越觉得 面前的女人 简直跟智贤太像了 服务员愤怒地辱骂着面前的客人 突然 他胸前的项链像被烧着了一样 女人被烫得疼痛难忍 在他拿起的瞬间 项链又恢复了原貌 灵魂使者小帅也突然出现 他警告智贤 就算是在内心里 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否则项链损坏 49天期限也就作废了 智贤吓得赶紧点点头 而看不见小帅的昊明 却是一脸的疑惑 他不知道的是 面前女人的灵魂 其实是被他背叛的未婚妻智贤 被警告的智贤 赶紧找了个理由离开了 而两人争吵的一幕 又恰巧被寒江看到 他不禁开始怀疑 两人的关系 小金又来找昊明 希望他能放弃原本的计划 带着自己远走高飞 但昊明根本不打算放弃 并无意间提及了一个秘密 原来当初 智贤曾在一次郊游中迷路 风雨交加的晚上 正好遇上了昊明 昊明把智贤背到了山下 后来二人又在电影院偶遇 之后两人就相知相恋 这个简直就像电影一样的 浪漫爱情故事 其实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智贤和小金在郊游时 昊明一直在秘密跟踪着 之后 小金偷偷拿走了智贤的手机 在跟智贤爬上山后 小金又把智贤一个人扔在山上 昊明则按照计划 适时地出现救了智贤 包括两人在电影院的偶遇 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灵魂智贤听到这一切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伤心地跑了出去 蹲在地上不停地痛哭 冷静下来之后 智贤的眼神逐渐变得坚毅 她一定要报复对方 女人伤心地看着昏迷的闺蜜 内心却希望闺蜜永远不要醒来 但她不知道的是 此刻 闺蜜的灵魂正站在她的旁边 智贤已经彻底看清了她的真面目 没想到你为了金钱 竟随意践踏多年的真心和感情 契机的智贤 一拳打向了小镜 却忘了灵魂根本碰不到人类 这时 她看到了桌子上的袋鼠玩偶 忽然想起来 她之前就是把自己的印章藏在了玩偶里 她本想向灵魂试着小帅求助 但又想起对方反复说过 不会直接干涉人间事物 她只能等待依景睡去后 再次借用她的身体 智贤找到小帅 告诉她 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男友和小镜的阴谋得逞 哪怕不能复活 也会在必要时 向父母暴露自己的身份 只希望小帅到时能多给她一点时间 小帅答应了她的请求 昊明想办法 把智贤的父母带到了医院 而小镜则趁机打发掉管家阿姨 再次来到智贤的房间寻找印章 来到医院的智贤 却发现 昊明带走了玩偶 原来是护士提醒昊明 毛绒玩具会影响病人的呼吸 她才顺手带走的 小镜打电话给昊明 自己搜遍了房间 还是没有找到印章 回去的路上 小镜看到出租车上的玩偶 忽然想起来 智贤曾告诉她 喜欢把自己的宝贝 藏到袋鼠的口袋里 她赶紧给昊明打电话 但是对方此刻正无比烦闷 根本不愿接电话 小镜慌忙来到医院 却被护士告知 玩偶已经被带走了 她赶紧乘车返回家里 而此时 智贤也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 为了能够拿到印章 借用一紧身体的智贤 只能以朋友的身份来到家里 谎称要来拿借出去的光盘 妈妈却很奇怪 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朋友 智贤只能解释说 他们是网上认识的 并说出 袋鼠玩偶是智贤和昊明交往后 昊明送给智贤的第一个生日礼物 妈妈没想到 两人的关系会这么亲密 就同意让他上楼去取东西 智贤终于找到了印章 下楼后 智贤看着一脸憔悴的妈妈 内心难过不已 为了安慰妈妈 他借一紧之口 说出了从未给妈妈说过的话 这时 智贤看到智贤来到了家里 他赶紧走了出去 在智贤进家门之前躲了起来 智贤谎称 手机忘在了智贤的房间 来到房间后发现 袋鼠口袋里并没有印章 他来到楼下后 又意外听到智贤妈妈说 一位智贤的朋友 刚刚来过这里 但智贤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他又去找昊明商量 昊明说 他们的计划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个神秘的朋友 没有理由拿走印章 也许只是巧合 土地交易的日子 马上就要到了 他们要赶紧想办法 拿到印章的智贤 本想把印章藏在一锦的家里 但是想到一锦平时 连钱都会随意地乱放 担心印章会被偷走 于是 智贤又来到了咖啡厅 把印章偷偷藏在了 寒江房间的花盆里 此时 寒江的脑海里 不断地交替浮现 智贤和一锦的生意 而他对一锦也越来越在意 每次看到一锦干重活 他总会忍不住去帮忙 朋友看到后 都不禁感叹 两人看起来就像一对情侣 晚上吃饭的时候 寒江看到一锦 把一面里的月桂叶挑了出来 寒江又想到了智贤 每次吃一面 也会挑出月桂叶 不禁陷入沉思 智贤则一脸羡慕地 看着对面的情侣 想到自己的遭遇 内心不禁一阵感慨 而此时的浩鸣 又有了新的计划 女人伤心地走在深夜的街道上 今天本该是他结婚的日子 如今却是孤身一人 此时灵魂使者小帅突然出现 说让智贤去归还身体 然后要带他去个地方 之后两人就来到了商场 小帅说 不必为以前感到伤心 于是 智贤就开启了走秀模式 是穿了各式各样的衣服 最后还换了个发型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未婚夫浩鸣 为了获得他的家族财产 他告诉智贤爸爸 当初因为智贤拿错了印章 土地交易没有成功签约 而智贤为了给他送印章 这才出了车祸 智贤爸爸虽然有些生气 但也无可奈何 如今只有将智贤认定为禁制产人 才能保证交易的顺利完成 浩鸣假惺惺地表示 为了能一直照顾智贤 他要辞去现在的工作 于是 向智贤爸爸提出了辞职 对方只能无奈叹气 依景因为上班时睡觉 被老板严厉训斥了一顿 智贤为此感到很内疚 下班后 智贤发现 依景总是被一个人骚扰 而从两人的对话得知 依景因为某人的去世 已经浑浑噩噩地生活了五年 看着无比颓废的依景 智贤不禁想到 如果自己真的去世了的话 那父母是不是也会一直 这样痛苦地活着呢 想到这里 智贤难过地哭了起来 他要赶紧收集到真爱的眼泪 这样就可以回到父母身边了 他在笔记本上 写了高中和大学同学的名字 但是又忽然想起来 他们的电话都在原来的手机上 他只好找到韩江 希望借用他的电脑 智贤通过社交网站 逐个查询了朋友们的电话 然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他白天都要在咖啡馆上班 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见同学 而另一边 浩铭让手下给自己忘风 在智贤爸爸进门的那一刻 开始假装打电话 智贤爸爸把辞职书还给了浩铭 现在公司正需要他 让他另想办法解决资金的问题 但是浩铭却坚决表示 要辞掉工作 智贤爸爸被逼得气愤不已 随后浩铭就发信息给小静 说危机已解决 智贤又找到了韩江 他不好意思地表示 想要改做自由兼职的工作 按时新来计算工资 韩江再次背弃到了 虽然满心地不情愿 但架不住智贤的伶牙历齿 韩江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回到咖啡厅以后 智贤碰到了刚来的浩铭 直接给了对方一个鄙夷的眼神 浩铭想起之前被智贤骂 便开始以客人的身份 各种刁难智贤 这一幕恰巧被韩江看到 出面给智贤解了围 韩江好奇 为什么一向宽容的浩铭 要这样针对一个服务员 看他的表现 明显是对一警有好感 浩铭被说得哑口无言 生气地离开了 出门后的浩铭看到智贤 又想起韩江说的话 他忍不住再次拦住智贤 问他为什么总是那么针对自己 而这一幕 正好被刚刚赶来的小静看到 女人享用力挣脱 却被对方死死抓住 此时老板韩江和小静出现 浩铭才松了手 韩江把智贤叫到了办公室 责备他为什么要无故惹客人生气 韩江警告智贤 以后不允许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而小静这边也在问浩铭 和智贤拉拉扯扯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浩铭只是淡淡地回应说 是因为对方态度傲慢 对方是有多傲慢 能让一向宽容的你这样 浩铭则开始躲躲闪闪 回避问题 小静看出了他明显是在撒谎之后 二人来到经常约会的海滩 小静问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样的生活 浩铭表示 智贤爸爸短时间内还不会放弃智贤 等到他放弃的时候 整个企业就是我们的了 两年我们都挺过来了 还差这点时间吗 离开前 小静想去牵浩铭的手 却被对方躲开了 他忽然意识到 两人的感情开始出现问题了 回到家的浩铭 还在不断回想今天发生的事 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锦的身影 这让他坐立难安 智贤则开始联系自己的同学 希望尽快收集到真爱的眼泪 就在这时 一锦的房东阿姨追了过来 智贤赶紧跑回家里 换好衣服 从一锦的身体里滚了出来 房东阿姨开始不断地敲门 智贤则紧张地蜷缩成一团 醒来的一锦问阿姨有什么事 原来阿姨昨天来收房租 但当时是智贤在使用一锦的身体 他只能让阿姨今天再过来 一锦一脸懵地回房间取钱 然后在照镜子时发现 自己的发型变了 头发也柔顺了很多 智贤看到一锦有所察觉 就赶紧打电话给小帅 但是对方却拒绝接听电话 好在一锦平时浑浑噩噩惯了 并没有太当回事 但是时间有限 智贤必须赶紧找到真爱之类 他找到当初的高中同学 以激励昏迷中智贤的名义采访他 让他说一些与智贤之间感人的故事 同学深情地讲述着与智贤之间的故事 泪水一直在眼睛中打转 但是始终没有流出来 智贤问他怎么没有流泪 紧接着同学就八卦地问起 智贤未婚夫的事 问他有没有退婚 智贤失望地离开了 此刻他才觉得小帅的话有道理 人类的感情太复杂了 他只好回到咖啡厅 饿了一天的他 喝了足足三大碗最爱的牛骨汤 朋友们直接惊呆了 这时院子里一个小朋友大哭了起来 妈妈都哄不住 智贤随即用一个纸巾 给小朋友变了一个魔术 并送给他一块糖 小男孩立刻就不哭了 寒江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想起高中时 智贤在魔术社团里 也变过同样的魔术 而且依景的笑容 和智贤简直一模一样 他跟认识智贤的大叔说起此事 对方也觉得 依景确实有很多地方 和智贤很像 寒江来到医院看望智贤 其实从高中开始 他就一直暗恋智贤 只是一直把这份爱意埋在了心里 此刻 他看着病床上的智贤 又非常的自责和内疚 在回去的路上 寒江又碰到了出去买东西的意境 他本打算跟他打个招呼 但是在和他对视的一瞬间 却又忽然加速离开了 回到咖啡店以后 寒江竟然把内心的自责 全部化作怒气 撒在了不明所以的智贤身上 智贤只能委屈地道歉离开 晚上 灵魂智贤找到使者小帅 抱怨着自己的经历 觉得自己太悲惨了 小帅则说 这已经比自己好了一百倍了 起码你还有复活的希望 而我必须完成五年的使者任期 才有机会去完成死前的愿望 第二天 智贤一直没有等到下班的医警 他叫来小帅帮忙 才发现医警生病 智贤只好附身在医警身上去看病 原来 昨天智贤吃了太多东西 导致了肠胃不适 在回去的路上 浩明正好碰到了刚从医院出来的智贤 看着生病的智贤 他竟然有些心疼 最后终于忍不住 让对方坐自己的车走 但是被智贤一脸厌恶地拒绝了 最后 浩明只能强行把智贤拉上车 而寒江这边 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智贤 对方迟迟不来上班 也没有打电话请假 不一会儿 浩明的车开了过来 寒江看到智贤从车上下来 当时都要气炸了 对着浩明就是一顿骂 你未婚妻还躺在医院里 你却做出这种事 浩明极力辩解 但寒江根本不听 两人不欢而散 智贤来给寒江道歉 但是 浩江根本听不进去 此时 浩明也听到了服务员讨论智贤 被开除的事 他拦住了失落的智贤 想要邀请他 去自己家里工作 这个可怜的父亲 自己身患重病 却不让医生告诉任何人 而且坚持不做手术 只为了能够照顾 变成植物人的女儿 而他不知道的是 女儿的灵魂 为了能够回到他们身边 也在不断地努力着 而现在智贤 却遇到一个大问题 被附身的医警 因为无故矿工一天 被老板开除了 这就意味着 智贤以后 就没有机会 在白天使用医警的身体 焦急的他 赶紧叫来了引渡使者小帅 却被小帅大骂了一顿 都怪你总是狂吃东西 才让他生病的 他告诉智贤 现在能做的 就是等着医警去找新的工作 并且在离开前提醒智贤 医警的生物中已经乱了 最好不要随意使用他的身体 智贤也只能干着急 而浩明这边 也在等待着智贤的到来 昨天 他已经答应了来家里做工 在上班的电梯里 浩明碰到了小静 小静本想和浩明说几句话 但是对方却因为 是在公司的电梯里 对小静爱搭不理 小静只能伤心地不敢说话 智贤看着睡着的医警 想着他应该不会这么快醒来 就借用他的身体赶紧出门 但是想到小帅说的话 万一被医警发现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他之后又乖乖地返回 看着镜子里的医警 智贤不禁感叹 长得这么好看 却过着这样颓废的生活 简直是浪费 然后他忽然想到 上次那个男人说 医警是因为某人的离开才这样的 于是他开始翻找箱子里的物品 看能否找到一些线索 这时他却突然贪坐在地上 原来是医警睡醒了 醒来的医警 看着自己竟然坐在了地上 还穿上了上衣 想起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怪事 又看到膝盖上 无故出现的瘀青 他有点吓坏了 然后他又去看被打开的箱子 里面竟然有自己从未买过的洗漱品 确信自己一定是精神崩溃了 正当智贤不知如何是好时 医警却拿出绳子 准备自杀 灵魂智贤着急地叫喊着阻止 但是对方根本听不见 他赶紧打电话给引渡使者小帅 对方却说不用管 人的生死自有天定 又在医警套上绳子的那一刻 急促地敲门声响起 医警犹豫再三 还是决定去开门 敲门的正是之前 经常骚扰医警的男人 原来他曾是医警的心理医生 因为一直很担心医警的安危 才来查看他的情况 希望他需要的时候 联系自己 医警再次颓废地坐在墙边 这次医警连续四天没有出门 之前实在等不下去了 因为他的时间只剩34天了 他只能再次找来小帅帮忙 苦苦哀求下 小帅只能给自己的上司申请 在征得同意后 小帅锁定了一个咖啡店 之后他一声怪异地 来到咖啡店 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然后就说出了老板母亲去世的时间 家里的小狗也刚刚去世 掐指一算 下一个就是你了 对方吓得赶紧叫住小帅 小帅说 你需要赶紧找一个夜间兼职工 必须是不超过30岁 特别瘦 不爱笑的女生 这样才可以渡过难关 紧接着 医警就在便利店看到了招聘起事 咖啡店老板见到医警 听到他是来应聘的 什么都没说 就让他来上班了 之前终于又可以借用医警的身体了 他来到昊明家里 昊明虽然对迟来五天的智贤有些不满 但还是接纳了他 并告诉智贤 在家好好打扫卫生 一定要等到他下班回来 才可以离开 智贤一边打扫卫生 一边在家里 搜寻着关于昊明阴谋的资料 小静和昊明 原本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 但是 昊明想到家里 还有智贤等着 便谎称 工作太忙不能复约 于是 小静就准备去昊明家 给他做炖丰盛的晚餐 然而他一进门 却看到了一双女人的鞋子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突然出现了 原来是他 两人看到对方都有点惊讶 智贤说 他是来这里做帮拥的 不敢暴露情侣关系的小静 只能谎称是替董事长夫人来送东西的 但智贤却很清楚对方来的目的 小静不敢多待 只能生气地离开了 很快 昊明也回到了家里 智贤告诉他 小静来过这里了 昊明虽然有些意外 但也没敢多说什么 智贤发现 昊明带着一份文件回来 于是他趁着昊明外出 又偷偷返回 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份文件 小静约昊明在餐厅见面 想问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昊明却倒打一耙 责备小静不应该随便去家里 这是智贤都说好了的 这一次 还是自己开门进去的 如果被对方说出去怎么办 这让小静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他让昊明立刻把智贤开除 但昊明没有同意 小静来到寒江的咖啡厅 打探关于智贤的消息 服务员告诉小静 智贤是因为纠缠昊明 才被寒江开除的 小静越发怀疑智贤的目的 第二天下了班的易景 对着一张照片一直发呆 眼中还不断涌出泪水 智贤看到了上面的两个名字 宋易景和宋易秀 难道之前说的去世的人 是易景的弟弟吗 智贤找到小帅 希望他可以帮忙 查一个叫宋易秀的人 他想帮助易景走出堕落的泥潭 但是小帅却拒绝了 这天智贤附身到易景身上后 发现易景工作时 智贤手上的烫伤 来到公司的他一直心神不宁 担心着智贤手上的伤 于是他决定回去一趟 刚出停车场的昊明 正好被从医院回来的小静看到 他立刻打电话给昊明 对方却说再开一个紧急会议 直觉告诉小静 他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了 于是他来到公司 打探男友去向 秘书说他身体不适 取消了所有的行程回家了 之后小静又来找寒江 告诉对方昊明 因为工作劳累生病了 希望他能去劝劝昊明注意身体 顺便把公司的设计方案带过去 此时 智贤正在昊明的房间寻找文件 并在无意间 发现了一个暗藏的保险柜 正好这时 昊明从公司赶回来 并给智贤带来了烫伤药 两人交谈之时 房间里忽然浓烟滚滚 原来是智贤做到饭烤糊了 昊明开门放烟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赶来的寒江 寒江看到智贤后吃惊不已 质问着智贤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要带着他离开 但是被智贤果断拒绝了 内心里又不得不向寒江道歉 他必须借此机会 找到关于后名阴谋的关键资料 回到家里的寒江 生气地打砸了一番 第二天 小静这边因为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所以他找来了一只暗恋寒江的小雨 想借着给寒江庆祝生日的机会 去打探消息 寒江也是在经理大叔的提醒下 才想起来今天的生日 他看到 海带汤里有自己最喜欢的红格梨 不禁好奇 大叔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大叔只能告诉他 这是一锦带过来的海带汤 寒江吃了一惊 这件事明明只有母亲和智贤知道的 他彻底矛盾了 顾不上赶来的小雨和小静 他马上开车去找智贤 见面就问智贤 到底是不是喜欢浩明 是的话 他就不会插手 如果不是的话 就不要在这里做这种事 正当智贤犹豫的时候 他拉起智贤的手离开了 智贤又回到了咖啡厅工作 所有的人都很开心 回到家的浩明 看到散落一地的衣服 在房间里也没有找到智贤 于是他找到了韩江 告诉他智贤失踪了 韩江让他看一下手机短信 浩明看过之后才知道 智贤被韩江带走了 两人在房间里争吵了起来 浩明则被韩江 为什么要不经商量就带走智贤 韩江则反问浩明 作为一个未婚夫 把别的女人留在家里合适吗 浩明竟然说 他已经不是智贤的未婚夫了 他是一个凡事向前看的人 不会为了一个毫无希望的人 放弃自己的未来 这时朋友们来叫韩江去过生日 大家一起唱起了生日歌 而一旁的浩明却是一脸尴尬 智贤也只能在一旁 悄悄地祝福韩江 下班后 智贤接到了大学同学电话 说有时间接受他的采访了 智贤看到朋友们一脸悲伤 觉得这次一定是有希望了 三位朋友在说起 和智贤的过往时 纷纷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智贤开心地看了一下项链 却发现没有一滴泪 他想起了小帅说过的话 不是所有的眼泪都是真心的 紧接着 几人在谈话中 竟开始说起了 智贤大学生活的种种不适 智贤听后 伤心地哭了 没想到 自己的真心 竟然换来这样的结果 他在本子上 逐个划去了这些人的名字 更让人伤心的是 名单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寒江看到伤心的智贤 正准备问出了什么事 这时 小雨突然赶来 他刚从智贤妈妈那里得知 智贤爸爸准备立遗嘱 要把公司交给浩明继承 听到这个消息的智贤 慌忙地跑开了 他找来了识者小帅 触摸东西的机会 代价是从49天中扣除一天 智贤欣然答应了 接着 他就到小卖部拿了一份报纸 准备邮寄给父亲 小静收到一份社长律师 送来的文件 并在领走前提到 证人会准时到场 好奇的小静打开文件才发现 里面是一份遗嘱 他把遗嘱的内容告诉了浩明 对方只说要静观其变 遗嘱签订的现场 一份紧急邮件寄来 智贤爸爸打开后 发现竟然是一张报纸 里面一则新闻写道 美国一植物人女子 二十年后苏醒 智贤爸爸看了一眼智贤的照片 准备伸手去拿印章 智贤赶紧伸手 把印章打到了地上 智贤爸爸有点疑惑 拿起印章看了一会儿 但还是决定签署遗嘱 就在印章即将盖下去的时候 智贤的照片忽然掉落在地上 原来是小帅做的 智贤爸爸拿起照片 他最终决定暂时不立遗嘱了 出来后的小帅一直害怕地左顾右盼 就在这时 一辆摩托车从远处驶来 一位非常朋克的老奶奶 来到两人面前 抓住小帅就是一阵暴打 小帅因为干涉人间的事 被处罚任期延长一周 家中醒来的一警 发现家里的门竟然是打开的 他觉得自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他联系了之前的心理医生 并把最近发生的怪事都告诉了对方 医生觉得可能是得了梦游症 第二天 韩江来医院看望智贤 智贤爸爸看到他却非常生气 因为韩江轻易就放弃了 对公司海岛项目的设计工作 严重影响了项目的进度 他生气地告诉韩江 以后不要来了 失落的韩江回到咖啡店 却听到店里传来了一阵优美的钢琴声 这让他想起了 曾经智贤弹唱过的一首曲子 两首曲子一模一样 他来到咖啡店里 发现竟然是一警在弹奏钢琴 看着弹奏钢琴的一警 逐渐变成了智贤的身影 他确信面前的就是智贤 这个去世了49天的女人 终于收集够了三滴真爱的眼泪 马上就可以复活了 引渡使者小帅问智贤 想不想知道是谁留下了真爱的眼泪 智贤回答说不想 因为他担心知道以后 没办法再去爱别的人了 随着小帅在眼前逐渐地模糊 医院里的智贤逐渐睁开了双眼 所有的人都喜出望外 韩江也知道了智贤苏醒的消息 在这之前 他就已经发现了智贤附身一警的秘密 还发现了浩铭和智贤的阴谋 并告诉了所有人 一警最终也知道了智贤的存在 他和韩江一起帮助智贤 阻止了浩铭的阴谋 前来看望智贤的韩江发现 智贤已经失去了49天的记忆 韩江虽然有点失落 但还是会每天陪着智贤做康复训练 智贤总是会念叨小敬为什么没有来看他 小雨和智贤妈妈去找小敬 告诉他 智贤已经失去了49天的记忆 希望他能去看望智贤 小敬一直觉得自己没脸去 小敬就脱下他的鞋给自己 他非常感谢小敬 事后小敬悔恨不已 他失去了最纯真的一份友情 但一切都回不去了 小帅的真实身份就是衣袖 一警是小帅的父母领养的孩子 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但是小帅再去找一警求婚的路上 不幸出了车祸去世 正是这个怨念让小帅成了引渡使者 现在他的任期到了 终于可以和一警再次见面 他和一警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光 小帅带着一警来到海边 告诉他 为了这一刻我等了五年 就是为了能把这枚戒指给你 我一生只爱你一个人 但是现在我不能再爱了 为了你的幸福 我必须要离开了 一警要跟小帅一起走 小帅说 就算你选择了死亡 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的 死后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之后小帅摘掉了他们的订婚戒指 扔进了大海里 并叮嘱一警 为了我你一定要幸福下去 之后就在一警的注视下 消失在了远处 一警来医院看望智贤 没想到 智贤看到一警的第一眼 就喊出了他的名字 一警问智贤 为什么会记得他 原来在智贤刚醒来不久 就再次遇到了小帅 小帅告诉他 六天之后 你又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是从你一出生就注定的 但是因为你失去了 人生中的49天 所以可以选择 是否要保留这49天的记忆 一警问他 为什么要假装不记得韩江呢 智贤说 因为韩江还有自己的人生 虽然我爱着他 但这只会让他更加的痛苦 希望你也能替我保守秘密 但一警还是选择 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韩江 韩江痛苦地表示 哪怕这辈子都见不到智贤 只要他能活着就好 第二天 智贤找到韩江 想要让他当一天自己的男朋友 两个人一起去野餐 度过了开心的一天 最后两人来到一个神像面前许愿 智贤希望 韩江可以忘记自己 韩江希望智贤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医院里 智贤抱着爸爸说 身为爸爸的女儿 我很幸福 妈妈听到后有点吃醋 智贤又抱着妈妈说 身为妈妈的女儿我很幸福 父母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突然 智贤腹部一阵疼痛 倒在了地上 随后就慢慢闭上了眼睛 医生说是因为车祸的后遗症 腹部大动脉瘤破裂导致的猝死 智贤在小帅的护送下 走上了轮回电梯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韩江的帮助下 智贤妈妈发现 医景原来是自己走失多年的女儿 智贤的姐姐志明 刚刚失去女儿的两位老人 总算能有所未解 监狱里的浩鸣 听说了智贤去世的消息 陷入了无尽的悔恨当中 而返回故乡的小静 注定一生都要承受内心的折磨 适者已已 留下来的 还需要更努力地生活下去 这不是大家期待的大团圆结局 留下了诸多的遗憾 但这样的结局 才更接近真实 因为不完美才更有力量 才更能触动人心